近日有网友晒出刘云飞拍摄新剧《南烟斋笔录》的路透照片 照片中刘云飞长发飘飘 帅气爆表 功气十一足 而另一套马花变造型 则神似当年小龙女 绿色内衬 配上一身暗灰长裙 外加一身黑色披风 镜丽则曼妙美好 行走则犹如带风 令许多人感叹 天仙就是天仙 这么多年了还是当年的模样 刘云飞在这部剧中饰演的是《南烟斋的掌柜》 这样神秘一切美艳的大家闺秀 与刘云飞的形象不谋而合 非凡娱乐长礼报道 刘云飞这回在《南烟斋笔录录》里饰演了《南烟斋的掌柜》陆曼生 她可以为那些为情所困的痴情怨女们解除心结 是一位具有奇妙力量和独特使命的奇女子 锦伯然饰演的夜深就是个几乎能上天入地的人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什么她做不到 对夜深这个角色 无论是技能还是性格 或是造型 样样都和锦伯然的心意 看来无论是锦伯然还是刘亦飞 在《南烟斋笔录录》里的角色对他们而言 都是表演生涯里至关重要又独一无二的 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咯 回于新天地恒店采访吧 《南烟斋笔录》是根据可小沙和左小灵 投名漫画改编 具合影视 愉悦文化 星园天华 新浪微博 天道俱善 大声娱乐 青春你好 森鱼等出品的民国传奇剧 由刘海波和叶昭仪指导 刘亦飞 景百然领先主演 赵立新 魏大勋 刘敏涛 金后 张侃韵等联媚主演 该剧讲述都市白领唐曼在事业与爱情接遭欲重创后 回到老家休假疗伤期间发现一本残旧的书稿的故事 陆曼生演员刘亦飞陆曼生是男烟边的掌柜 可谓那些为情所伤所恶的痴男怨女解除心中纠结 是一位具有奇妙的力量和独特的使命的奇女子 神秘且美艳的大家归秀 叶深演员景百然叶深是低调的天总奇才 他心思细腻 拥有着超高的双伤 重情重义 却又义正义邪 为之深演员赵立新命运奇鬼 奈可纵横半生 痴缠半世 犹是非常之人 赵兴之演员为大勋非黑即白 生命中永远没有灰色地带 清澈如同从未长大的少年郎 一者人心 几是旧人 可唯独面对那些他最在意的人 却总是束手无策 云娘演员刘敏涛一念大魔人两岸 一念成痴呆轮回 一念起万垂千山 一念灭沧海桑田 袁世辰演员今号独断独行 一正一邪的乱世萧雄 在他眼中 人只分两种 可利用的 和不可利用的 将人生看成一出戏 认为悲剧才是这世间最美妙的旋律 直到遇见比他更绝望的他 才明白 更悠长的旋律 叫做情深远浅 带网清演员张韩韵 他是命迪纸薄的小袋子 化剪成蝶 可阴姿散爽 可含情默默 他陪在他身边 直到最后也没走 做好一部剧很难 如果这部剧还是慢改剧 如果这部剧还希望能够开辟一种新的画风 那就难上加难 南烟斋笔录目前曝光的主角 与配角造型和隐约出现的场景中 已经能让人看到他们试图创造一种内敛 和飘逸兼具的精致风格 想必随着更多场景照片的曝光 我们更能一探民国新化风的全貌 南烟斋笔录作为粉丝量庞大的顶级国曼IP 自开拍以来就备受援助粉的关注 这也是IP改编所必然要接力的过程 如果照搬援助会被说没创意 发挥太多会被认为借由IP片流量 也就是说成功的改编应该对于尺度的拿捏非常恰到好处 既有原著的精髓又有导演自己的艺术创作 这种难度在曼改剧中就更加凸显 文字类IP因为只有文字描述 而可以有更大的二次创作的空间 漫画则已经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设定好的画面 南烟斋笔录刊创刑的由刘海波 叶昭仪 吴九熙这三位风格迥异的导演联合指导 他们灵感的碰撞或许可以探出一条漫画剧的新路子 从目前各种曝光的照片来看 他们的路子应该是走对了 4月10日电视剧南烟斋笔录在恒店举办了主题为 南烟斋传承经典的大型媒体发布会 主演刘亦菲 景博然 赵立新 刘敏涛 金浩 张寒韵等悉数到场 阵容庞大 发布会现场 南烟斋笔录剧组亲力打造了一个梦幻十足的光影仙境 将带大家亲自走进南烟斋 刘亦菲饰演的陆曼生和景博然饰演的夜深现身 一同在油纸伞上汇出了一幅绚烂绽放的彼岸花 默契十足的合作互动 令全场沉浸在暖心浪漫的氛围中 不少观众直呼 猝不及防被塞了一口狗粮 说起此次故事线 人物众多 演员也是不断大呼戏中之虐 这一串串的虐虐虐 真叫人提前把这心揪到嗓子眼了 不过能和同组演员搭戏也是很开心了 自己看的时候惊呆了 但是我身边所有女性的朋友都很喜欢这三兄弟这一出 然后因为三个兄弟的故事线不同 所以也发生了很多很复杂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很复杂的故事线 就像希希说的 大家看了就会知道 有乐的部分 但是又有欢乐的部分 但是更多是欢乐 刘亦菲这回在《南烟斋彼录》里 饰演了《南烟斋》的掌柜陆曼生 她可以为那些为情所困的痴情怨女们解除心结 是一位具有奇妙力量和独特使命的奇女子 锦伯然饰演的叶深就是个几乎能上天入地的人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什么她做不到 对叶深这个角色 无论是技能还是性格 亦或是造型 样样都和锦伯然的心意 看来无论是锦伯然还是刘亦菲 在《南烟斋彼录》里的角色对她们而言 都是表演生涯里至关重要又独一无二的 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咯 我预计内地肯定采访